作詞曲 李宗盛 願世間當人替代了責難 願世間情緒多過於驕傲 願世間慷慨多過於燦爛 願世間療傷多過於顯然 願天空保佑最初的未來 願心涼入海白點點脫寬 願生命雖遠聚散雖欲啊 萬物都會關 願世間解決心 得罪佑最初的未來 願心思考 願世間解決心 願世間解決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够接受任何的变化 甚至意外 那才叫自在 所以念下来 随缘自在 那这个缘不是随便的缘 这个缘 它有它的 因缘果报 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是 这个世间绝对没有意外 没有巧合 包括你 等一下走路 不小心脚拐了一下 这个都有原因的 包括你脸上长一个青春痘 你可以找出原因的 这是我出家以来 包括从在家 我就在追求这个道理 原来 嘴巴破一个洞 也有因缘条件了 有它的业力 可能也有无形众生 再加上你吃的 或是睡觉 这个叫因缘和合 所以变成那个 那佛法就要我们去分析 所有的因缘和合 让我们内心里面 全然的接受 由接受以后 然后如何去忏悔 改造 当然如果你分析到底以后 念一下 是诸法空向 我各位要背几句话 是诸法空向 原来万事万物 包括一个身体 一个癌症 一个车祸 一个政治 一个天气的变化 它呢 虽然是很热 很冷 很快乐 很痛苦 但是它的本体 它的 源起甚深的本体 是空无之心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没有痛苦 因为什么 因为本体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所以本来就 如如不动的 所以达摩祖师 我从小 我爸爸就送我一个 各位都知道 达摩祖师 这叫不倒翁 对不对 打来打去打来 它最后还是这样 那就是说 如果你体悟了 自在 空性 禅 那你就 撸撸不动了 不管怎么打 你还是会 回来还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 各位愿意学佛 或者现在就像在打坐 你应该要知道的 千万不能说 那我修行以后 是不是身体会好一点 感情会好一点 钱会多一点 那是不可能 因为修行是让你 接受这个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 有它的因缘果报 虽然他现在很快乐 或很痛苦 但是他是空性的 你不要觉得 师父不要跟我讲 我什么 我生病 我现在心情不好 那这样你变成 被所谓叫 世间八法所卡住了 赚钱的时候 心情很好 没钱的时候 心情不好 身体健康的时候 像小朋友玩 叫 身体不好 坐在那边哼哼哼 那这样就 就变成一种 在轮回里面 所以当然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修行人 给人家的感受 他是平静的 寂静的 因为他内心里面 很平静 而且各位 这个平静 刚刚说 那十五里 你平静 你为什么电纱关掉 那个也关掉 因为这样不平静 为什么因为 这个是 不应该有的声音 可以不用有的 我讲的是 可以不用有的 但是火车经过 我都不会怎么样 你天天 因为他本来叫我经过 我本来 我不会叫他停下来 那各位你要很冷静 就说 什么是可以改变的 什么是不会改变的 那你要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 你骂我 什么是可以改变的 不是我叫你不要骂我 而是叫我的心 接受 这个骂我 它是一个声音 也是空性 如果我里面有这个缺点 那我也应该接受 谢谢你提醒我 这么用力 如果我里面没有这个缺点 你现在骂我 那我更不需要生气 我只是说 等一下怎么样跟你解释 因为你骂我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生气了 你已经很不满了 你误会了 那你必须很冷静的去 习惯去分析这个 但是 很怕各位有一件事情 就是太重感受 就是感受 然后你会很痛苦 因为这个感受 只是一个变化无常 如果你的内心里面 很容易被很多东西触动 那你也会变成生命不自在 那佛教唯一要做的是 就像我一样 我经常做个比喻 我很喜欢去监狱 当然我去监狱里面 会觉得这些被关的人 包括每个人 他们好像有点可怜 不自由 在里面受苦 所以我们去监狱里面 我们唯一要做的是 给他们快乐 带给他们好吃的 甚至我去监狱 讲一些笑话 快乐的话 因为他们已经很苦了 你不能再讲到你做错了 所以你被关进来 你等一下会被抬出去 我跟讲 如果有些人不太会讲话 所以我们是要让他们觉得 人在监狱 无所谓 那是身体 心在净土 OK了 就像各位 现在你有这个身体 我们都在监狱里面 昨天我们去英国伦敦堂 回去以后我就牙齿痛 然后以后 这边的骨头也痛 当然我就 就先睡再说吧 隔天早上起来 还是有一点痛 今天上午 但是我心里只在关心 我们进去那些 被断头的皇后 不知道有没有超度 而且我要上网去看 亨底八十 第一次的 虽然没被断头 我也很早就死 所以叫阿贡来的凯撒林 然后呢 第二个这个就比较惨了 对不对 断头 然后第五个也被断头 才22岁 然后我心里就一直 当然要一直帮他们 祝念啊 然后跟他们讲话 甚至我帮他们写牌位啊 我已经写了两三次了 名字我都背下来了 凯撒林霍华德 这样 所以安妮柏林 然后要把他叫到前面来 跟他说话 跟他说话 因为他很苦 他不敢 他们跟我说 师父他们很怨 怨哦 被斩头哦 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我那时候是关心这个 当然我可能想他是拜圣母玛利亚 不是怕拜上帝的 因为他们有各有各的宗教 我们是拜佛陀的 祈求观音菩萨 关心他们 当然你要问我说 那怎么超度 事实上就是跟他讲话 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 哪里不舒服的时候 但是你不要去抵抗他 而是要去安慰他 哎呦你好痛苦啊 那我现在给你水啊 给你甘露啊 我给你什么 给他快乐的 然后呢 我是个佛教徒啊 我来带你归佛陀啊 这个世界好庄严啊 就是跟他说法 然后呢 当然我还会 我还会出钱 我在我的超度子上面 有三十二个位置 放生啊 布施鲜料啊 供养生血啊 医药啊 我都会这样 各位以后 最好你自己弄个表 看这个世界有什么功德 你做得到的 哪怕一个都 你跟他布施一毛钱啊 你们这边叫一磅都可以 一磅就很多钱啊 你都帮他做做做做 我也帮你做功德啊 因为你付到我身上来 老实说一定跟我有缘 不能 没办法 一定跟我有很亲的缘 过去是我的亲人 家人 或者是什么样 所以 那就是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我会把一个痛苦 变成我一个慈悲的祝愿 这样而已 这个痛苦并不是给你苦 而是对方很苦 那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福慧双修的机会 我帮他供水 供灯 在房间帮他布施饼干 帮他做干露水 还故意放干露丸 我都一直这样做 然后再来就跟他办法会啦 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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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抓到你的脚 但是各位你会觉得说 事实上这些众生 他找你的时候 也是刚好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 他会针对你这个痛来 引起他的注意 事实上他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是借这个机会 你可以跟他结很好的缘分 当然刚刚讲到上会皇后 我也问了打坐的法师跟菩萨说 我还问两个 我怕他们有没有超度 达安尼不一样 结果让我很高兴 那个最漂亮的断头台 那个叫安尼柏林的 有菩 本来在受苦很苦的地方 被菩萨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来 阿弥陀佛 然后第四个第五个被砍头的 这位凯撒林霍华德皇后 她就很怨 她跟我们说她很怨 她怨气很重 然后我们给她修福报 她可能最多到修罗道 这个修罗道还是会报仇的 所以当然 我们就要齐请他们的信仰 乃是上帝 乃是圣母玛利亚 来引导他们 希望他能够放下 这样子的一个恨 对立 不甘愿 所以 然后再给她做功德回向 然后她就听说她现在可以去投胎 她自己选做人或升天 因为她对极乐世界可能没有信心 不过我们再念下来 南无阿弥陀佛 远南女孤魂 战争亡魂 伦敦塔内 各种受苦亡魂 归于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当然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那你要把阿弥陀佛的好显现出来 你要把阿弥陀佛的好 透过你的心来自观想 这家光无量寿经里面 佛说阿弥陀经也好 弄得很 就是观想得很重要 而且你自己都已经在极乐世界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信愿往生 那这个爱这个光就会感动她 但是各位听我讲到现在 最主要的超度是什么 是我的心态 我要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我的心在这个时候 我必须像观音菩萨 像阿弥陀佛的心去安慰他们的苦 我为了安慰他们的苦 我也变成那种心态了 就像一个妈妈 看到她的baby醒过来 这个妈妈抱那个小孩那种脸 我经常去看 好美哦 好甜哦 因为很高兴 所以重新爱这个小孩子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苦的境界 或是认为对方苦的境界 你就信不了这种爱心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 自己在房间里面 如果我不得不进房间 我会跟房间的地基组会讲话 我每天都睡饭店 要跟她说 谢谢你 房间里面可能也有众生 我要跟她说 房间如果可以打开窗户 外面可能也有众生 给她沙沙蜜啊 水啊 有窗户 我每今天我睡的酒店也有窗户 酒店本来就有饼干 我也会带 放两块饼干 我最大的快乐是说 晚上回去酒店 饼干不见 被鸽子啊 被乌鸦吃掉 太好了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我认为很多人问我修行是什么 那就是保持在这样子的状态 不执着的空性 对所有众生的悲心 那这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成佛 菩提心 就是这样 行为上绝对相信因果 碰到任何事情 只有一个信仰 归佛归法归身 按照三宝的交界 然后呢 就这样去面对 一直到病老死掉 事情永远会发生 逆境永远会来 但是呢 你要把这些 这些都当做你修行的一个祝愿 然后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态 那你时时刻刻都在修行 在超度 在小宅 坐在飞机上 在路上 你要随时用这个心态去面对周围的一切 包括用一支笔 开个水 都谢谢他 因为这些有形的也好 无形的这些万法 虽然他是无常空无自信 但是他都是我们修感恩的 你喝水 当愿众生 都能够得到这个清凉甘露水 离开他的饥渴 你穿衣服 你走路 你坐车 你吃饭 吃一顿饭 供养三宝 护法三神 帮助六道友情 甚至冤情在主 你也吃 我不是我在吃 我替你吃 所以消云姐姐 对厨房也要有感恩 对帮我们端饭菜的 服务生也感恩 就像我们出家人 大部分都被请吃饭 就感谢这些始祖 出钱出力 所以 那佛法是让你把这个 我刚刚讲的这些 各位都懂得正面的心态 永远放在你的心里面 而表现在你的微笑 语言 待人接物 上面 而且把它变成一种习惯 所谓习惯就是 习惯这么做 那叫禅修了 习惯念阿弥陀佛 习惯修仪轨 让你的心习惯在 佛性的状态 觉醒的状态 菩提心的状态 那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千万记住 回到各位刚刚讲 这个习惯不会被 外在的环境所影响 外在的环境 有快乐的 有痛苦的 有逆境的 有顺境的 但是你要 习惯他 因为今天你要去拿一本护照 今天你要去申请一个执照 不见得你 当然你希望赶快得到 但是他有他的因缘的 那这个因缘没有到 那你 对你来讲 只是更努力 更精进 去创造这个因 这样就好了 但是千万各位不要 目的性太强 我一定要得到 不择手段的得到 你用了很多的心机 要去抓住什么 你反而离开你的清静 因为你给自己压力 同时的你也给别人压力 所以你越想要帮助这个世界 你越想要帮助别人 你要越冷静 就像一个老公 他 他孙子做错了 跟爸爸处理不一样 打到一开门就骂 搞不好一额光就打下去了 这个儿子 这么不孝顺 怎么样不守规矩 他是一个老人家 没关系 没关系 孙子啊 吃饱饭了没有啊 喝过水了没有啊 他都吃饱了 搭着他的儿子的 孙子的肩 我们去上步 我跟你说 就这样 慢慢讲 我想这个就是修行 我也希望各位学会这个 你千万不要 就觉得不满 然后就马上骂出来了 当你骂完以后 你老公说 你还带着练猪呢 还骂我 还这么生气 这个饭菜不好吃 他有他的姻缘 所以当然了 我永远强调这句话 佛法 就像第一口饭的感觉 这样而已 你要把佛法 放在你心里面 永远在吃最好吃的 念一下 法喜充满 禅悦为始 这样这种空性的喜悦 大悲的喜悦 助你的食物 所以释迦牟尼佛 有一次去托波 然后魔王就要破佛陀的戒 魔王就把这些要供养佛陀的人 用他的魔力把他赶走 让佛陀超过五十 五十就中午 这个五十一超过 佛陀就不能吃饭了 然后魔王把他们都赶走以后 那佛陀就整天都没办法吃饭了 然后魔王就现前了 魔王说 佛陀 这样好了 我这边有饭菜 给你吃 因为他要破他的戒 那佛陀说 哎呀 不用 我以幸福做食物 我的内心里面充满平静 哎 这才是我真正的食物 我一天没吃 没关系 各位永远记住 我们是来修行 不管你参加什么法门宗教 你的动机呢 是为了快乐 离苦得乐 那你就不要离开这个 就像你结婚 为什么要结婚 为了快乐 那现在结婚中间有一些变化 乃至男女朋友有一些变化 你的动机还是为了快乐 那你就不要离开这个快乐 不要被他影响 这个佛陀叫空性 无缘 就是说 不要被他抓住了 不要被他伤害 所以这叫孙悟空逃不出如来掌心 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就是那只孙猴子 所以要悟到空 那你就永远快乐 那个如来掌心是 你在怎么厉害 聪明 那还不如智慧 智慧可以超越一切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学佛 第一个想要追求的 自在啊 禅啊 接受啊 平静啊 空性啊 不执着啊 因无所住啊 放得下啊 这是修神 修行的入门功课 所以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你一定要问自己 我是不是每天 开始参加佛法的共修 我自己在修行 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可以承受一切 微笑面对一切 就像我们华人讲 一笑自知 事情发生那么大了 对不对 一笑自知 各位一定要开始 有些人是修得不错 他不骂 但他的眼神已经变了 然后对方就有压力了 所以我 像我这个人 我知道我 我这个人 不笑的时候 也严肃 凶起来的时候 更厉害 微笑起来的时候 很可爱 我很明显 但是 所以我现在几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 这样笑笑 他们正在吵 五分钟给我 我到外面 做个诗诗回想给你们 你们慢慢吵 等我回想给你们就好了 福法不可思议 三天前 我们台湾有一个会 会长 跟大家都处不来 而且他 微得力很大 而且 其他人说 师父你不要得罪他 他离婚的老公 跑来跟我们会里面说 你千万不要得罪他 我们被他害死了 我心里想 这个不好处理 我还跟其他人说 你们不要处理 你们力量都没有他大 我看他上辈子 一定做皇后 那个力量很大的 搞不好后面还有刀 我怎么做 当然我也有一点担心 我怕这个事情弄不好了 所以我 我放在心里 我唯一能够做的 一直帮他回下 我也帮他写牌位 然后我也观想 这个牌位是他 我就跟他说了 这个要放下 不要把这个佛教的事呢 当做公司的老板来做 对 老板你可以喊东喊西 这佛教呢 我就慢慢给他回一下 也请观音菩萨价值 到了前天晚上吧 他突然传一个简讯 说一个 我不干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上面写的 妈妈跌倒 她自己也撞到墙 股东也吵架 她已经没有力气了 师父 我看我不干了 太好了 回向成功 然后我就打电话 给他 哎呀 你怎么不干了 这个还不错 后来讲一讲 我才不能太支持 你现在还是先 先忙你赚钱 你赚了钱 我才可以得到你付持 谢谢 后来他说 你真的要我退 没有没有 先保护你自己 我一定要跟他 有点像打情骂俏一样 让他快乐 后来他说 好好好 我说你也不用跟他们讲 我来替你讲 我说 这位大菩萨 最近这个公司要扩大 如何如何 休息 我替你好退路 最后他还没讲什么 我就好吧 我警报解除 这三天的压力解除了 我马上要打电话 跟他去 你们放心好了 以后要学我这样 因为我是被他们告了 三天撞着失误 我都静静来 安忍 你们都不要出面 因为事情不好了 我们后面事情更难搞 所以我认为当然 修佛法 当然对我来讲 三天的忍辱 福报很大 因为你要找到 能够让你心里有压力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修行最好的事件 你现在叫我在这边讲课 那个都是没什么压力的 但是很多事情在面对高压力的时候 脸还是保持很平静 我曾经有时候在台上讲 就有人 要上台之前 突然有个电话来 你今天不要在台上 不然我用枪把你打掉 天哪 下面有枪 因为我在监狱很久 有些监狱的人出来以后 还是对我很执着 很好 那是希望 但是他们因为精神有问题 他爱你的时候 就是希望你参加他们的聚会 黑道聚会 我不去他们就要把我押走 但是我那时候想 我不能把 要么我今天就不要上台 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情 他拿枪要打我 然后我如果上台很紧张 我今天根本没有办法表法 特别我们还要超度 还要回向那可怜的堕胎胎儿 比我们苦好几倍了 如果我上台 我能够把这个事情 虽然我知道 却放得下 很认真的 在把佛法的自在空性 跟平等男人的大悲 能够表现出来 一个柔软心 一个柔软的 一个圆满 不过我讲柔软心 各位确准要记住 那天我们口口在谈出家的问题 我说出家不是不对 非常重要 非常有功德 但是你准备好了没有 出家 是要把全世界的苦难 众生的苦难 你一个人来承担 这个叫发菩提心 世界任何一个痛苦 都是你要放在心里很苦的 但是你必须表现得 很自在 有能力的去帮助他 这样可以 而且这里面会有很大的逆境 会来找你 你很容易就发表 生气 退转 这些你都想好了没有 为什么 这些你都接受 我以前是这样 我现在是这样 我决然接受一切 因为万法皆空 所以 所以心无挂碍骨 无挂碍骨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去念 我的意思是说 要把这些经文 用在你心里面 除了无挂碍 一波罗 波罗蜜多苦 得阿尿多罗 三妙三菩提 我要安住在这样 无分别的 智慧空性里面 去承担众生的苦 去追求菩提 去让众生成佛 这个愿发好了没有 所以我觉得 就像我第一次读地藏经 太伟大 我跪在地上磕头 这个世界 地藏菩萨 太伟大 地狱不空 四不成佛 那我今天决定要出家 为我妈妈生病而出家 要去度众生 我能不能像地藏王菩萨 下地狱 而能够忍受一切苦 这些各位要思维好 出家真的很伟大 发菩提心 我想大乘的发菩提心 是跟出家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真实的发菩提心 所以他才会舍弃世间的 所有一切 而来奉献给众生 奉献给佛教 所以我们叫 以出家完成菩提心的形象 这样 当然 各位如果有想到这个 想想 我能不能这么做 虽然我心里愿力这么大 但是外表表现出来 却 亲亲切切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 那世界没什么大不了 讲的没什么大不了 是世间的好好坏坏 讲的永远抓得很紧的 那是空性的菩提心 难忍 能忍 难行 能行 难舍 能舍 放得下 更承担一切 放得下自己 却承担了一切众生的苦 就像他们说 断头了啦 哪里伤害了 什么样受苦 你要把它拉到你房间来 拉到你心里面来 放在心里 在你心里去琢磨它 但是也想到对方很苦很苦 所以你不能起行动 因为你在起行动念 就像我们就帮人家助念 是说这个人刚往生 他就像乌龟在拔皮一样 你全身去碰他一下 他就痛到极点 像触点一样的痛苦 所以对方你要想说 众生在这么样的痛苦 我不能再一点点的起行动念 去扎他一下 去扎他一下 我稍微不高兴 弄个脸色 讲话就没力气 精神就不好 让人家看了说 我们的像已经在伤心了 在生气了 所以我想 我必须告诉各位这一点 这个世界 只有一种眼泪可以流 就是慈悲的眼泪 其他都不行 当你想要发菩提心的时候 所以那是为众生的泪 菩萨的眼泪 而不是为自己受委屈 孤独 痛苦 而耍脸色 掉眼泪 讲话没力气 都不行 所以我都练习几百次了 那天我重病快死吧 躺在那边 当然海陶瓦斯生病了 我要去看他 这样 我不能吵 这样 不行 我还是 阿弥陀佛 赶快念佛 这样 我不能 吐吐吐 不要看我 这样 这些你都要练习 所以我希望各位 多去看人家 生病的过程 到死亡的过程 然后你不能光看 说我来关心他 我讲的意思是说 他就是我 我跟他的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 包括这些天主教 伟大的教徒 他为宗教身体被烧掉 被扒皮 被割舌头 这些过程 各位一定要 不断在你内心里面 完全的承受 这个叫参修 自他交换 你要承受到你 很平静 你要有这个无畏 所以自在以后 才会产生无所不畏 那你无畏 这个人再痛苦 没有问题 就像我在监狱 我常讲 师父 过几天 我可能被枪毙 台湾是这样 他要枪毙你 你可能事先 有点知道 他哪一天不知道 就那一天早上 天还没有亮 他们来找你的时候 就那一天要枪毙了 会拿一瓶最强的高粱酒 给你喝 看你要不要吃什么饭 那个时候 你还有心情吃饭 然后人们喝高粱酒 那你麻醉麻醉 你怕痛 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说 师父那怎么办 我都会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想我 阿弥陀佛 小业障 小业障 我们身体杀人 强奸了 卖毒了 你就小业障 那是你的心平静 跟着地藏菩萨 跟着阿弥陀佛 但是如果你这个都想不到 至少你认识我 叫海涛法师的名字 我必须要干 他们真的 我晚上睡觉 因为我很少做梦了 早上15点 秋来我就知道 因为我兄弟被枪毙 来找我 因为他们是在太阳没亮之前 要把他枪毙掉 所以我就会有那个直觉 因为我答应的 如果我答应你来找我 然后他也愿意想我 我就会跟他碰面 那个时候我就要 很强力的告诉他 那个不是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你一个快乐 像佛的心一样 来来来 但是我讲这个很容易 但是各位 我现在要强调 如果你的心在那个层次 你就是不用讲 以心传心 他也感受到那个层次 这样了解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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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去往生净土 我怎么没有感受到 你要去净土 你现在对这个事情 这么执着 这么压力这么大 我看你去不了净土 去净土的人是当下 他已经信愿 保证百分之一百 所以佛陀在阿弥陀经 才会说 一个真心发愿 要去极乐世界的人 必定成佛 因为那个时候 他已经菩提心不对了 因为他 信愿往生净土 是信愿为了成佛 他对世间是不执着的 那我想这个跟任何法门都一样 因为利用净土也好 利用现身成佛也好 利用正路空性也好 利用禅也好 他目的还是要我们修悲至双运 一个无我的空性 跟一个男人的大悲心 那这个是变成你的生命了 这样就可以 当然像各位听我讲到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在超度 我的想法 我不是针对各位 因为当你在用佛法 在思维或语言或行动的时候 你对的叫众生 你叫来 入法界心 你已经 这个叫 今天是日全使 要念普贤王如来 所谓普贤如王 大日如来 它就是一种 进入法界的生命 我们汉传叫 清静法身 毗如这那佛 你要让你的念头 与人行为 参与在整个 实法界里面 就是这个叫空性 息息相关 没有分离 所以也唯有真实的 法身 空性 决性 它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它完全 骗一切处的存在 所以叫骗 骗之一切 三世骗之 但是如果你 对这个地方很在乎 你对这个事情很在乎 你的念头就在 那个范围了 所以你要进入 真理 所谓法界 首先你要放下你的相对的放不下执着 执着什么 爱情 身份 地位 护照 金钱 未来 生死 这些问题 当你卡住那边的时候 就算 各位哪一天 你要断气了 医生说 再五分钟 我就要把你拔掉 OK 再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我好好的思维空性 那是念阿弥陀佛 那是修遗轨 所以 这五分钟 护士来跟我打针 我告诉你 谢谢你 照顾我 这么久 然后呢 可能 我再过几年就要走了 我永远会 谢谢你 记着你 那护士都很感动 那这个身体 这个病 这个苦 是正常的 但我心 没有痛苦 这个叫不执着身体 关身 不清净 千万不要把身体的变化好坏 跟你的心连在一起 不然当你很健康 很漂亮的时候 你会很骄傲 当你很老 很丑的时候 你会很自卑 你会很痛苦 因为你把 你把心的重点 定在这个相对的变化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 不变的心态里面 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因为 我发觉现在有很多人 把成就定在 所谓的事件法 成功了 赚钱了 感情好了 子女平安了 就像出家人也会 大家都认识我 大家肯定我 在某一个法门修得很好 我希望在我的这个宗派 我的法门 被肯定 这个都还叫 是一个执着 是一个邪见 事实上 我们修行佛法 是完全无我 就像我师父说 你决定要出家 想清楚 当你头一剃掉 穿了这个衣服 你是融入于真理 无我 消灭 进入深团大海 消灭你自己 在家的时候 穿得好 用得好 乃至我公司要比别人成功 我太太要比别人漂亮 我一定要让别人觉得 我比别人优秀 这个是毒 你准备好 要把它断除 那个叫慢 我慢 这些各位要一直思维 一直思维 要坦然的面对自己 所以当然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修大悲心 最后真的是能够有圆满菩提心 但是这个大悲菩提心 它是以对世间出离心的 对万法这种不清静的 的真相的了解 你不再对这个世间有所 爱然执着 要求排斥 所以你对世间的各种变化 你都觉得那个是随缘随缘自在 随缘自在 那因为你了解了 但是别人不了解 所以我才产生悲心 哎呀 这个董事长 这个漂亮的女人 这个贫穷的人 贫穷的人觉得她很可怜 漂亮的人也会觉得 她压力很大 因为大家都说她漂亮 大家都说她有钱 她绝对不能没钱 一没钱她不能接受 她是在这种 很强烈的刺激状态 那我们来看她 好可怜 他们好可怜 他们又看到那个 卢一宝不生不灭 不过不净 不真不解 她没有看到大慈大悲 即是佛性 菩提心即是佛性 她没有看到 佛性 决性 她却在玩这些可怕的游戏 所谓的悲心 并不是说她生病 我让她好起来 她要被杀 我救她 那是一个修行的方便 真正的悲心是因为 对方没有震怒空性 还在生死轮回 还在起烦恼 好可怜 好可怜 也千万各位有时候修行没有主意 就是说 譬如说你没钱 然后你看到一个人比你有钱 你心里会起一个羡慕心 那就离开修行 我们只是随喜 不能羡慕嫉妒 但是她不了解空性 她再有钱也没有 没钱不可怜 没有佛法才是真贫穷 对不对 那话又讲回来 像我们都是佛教徒了 问题是什么叫佛法 这个法已经入你的心里面 成为你的生命了 肉体外表都不再是你的生命了 肉体外表是让你了解因缘果报的存在 或是众生苦 希望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温度计 哪有众生苦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可以 透过这个苦也可以修空性 断我止对身体的执着 对痛的执着 透过这个苦 更了解众生的苦 所以你干脆把所有的苦都转为众生的苦 而没有你自己在受苦 所以我的意思说 对我来讲 这个叫三昧 这个叫惨 这个叫阴无所住而生起心 这个叫行圣波罗 波罗蜜多石 保持在那个 Ing正在进行式的状态 那你要一直这样如此 那当然各位还要做一些观想 当我们老的时候 当我们病的时候 你都想了几百次了 昨天去断头台 我也在那边想 换我了 那时候你要想什么 因为你没有这样深刻的思想 你就不知道 对方被断头的想法 如果我是这位皇后 这么漂亮 又在公开上而被断头 又这么没面子 又这么痛苦 这个侮辱可强了 那我要 我要怎么想 因为我要怎么想 我来转他的想法 我要怎么想 是因为我用佛法的想法来想 我就不会不甘愿 今天我被断头 一定我过去断人家头 但是身体断了 没关系 我祈祷了神啊 佛的加持 不然他会让我更困苦 对不对 这个称恨会让我下地狱 那你要一直揣摩好几次 我被断头 断头还是快死的方法 最难死的是什么 斩妖 所以慈悲善命水上 那个造错 被园印 就是两舌 害了皇帝 把他斩妖于东市 以前在古罗马也有斩妖 这个斩妖 叫你躺 然后最贬的 贴下去 慢慢死 他不会很快死 他就会慢慢死 这是最残忍的 所以 那这些各位 你都要揣摩过 也就像我现在 因为很多人告诉我 很多他的灾难 或者他亲戚朋友的灾难 我很喜欢把 对方那个事变成我 他皮脱掉了 他全身很痛苦 然后 因为你要有这种 自他平等 才能够 进一步自他交换 然后才能够去修菩提心 这是理论各位可能都会懂 但是你要真实的 这样去做 但是不要赶时间 我强调一次 念佛十万遍 欧巴扎沙特红十万遍 这个可以 不要挤 用一辈子 OK 挤没有用 会变成一种傲慢 比较 对你没有帮助 波罗新经 你可以念一辈子 但是不要挤说 我念十万遍了 十万遍 你有空性吗 你可能造了一个 嘴巴的善意 你还不如把 波罗新经 花两个钟头 或成为你的生命 随时 一波罗波罗密多顾 一直去回光返照 也一直去帮助别人 所以 一门深入 如果你抓到那个 针对你可以开悟 那是原本菩提心的 那个方法 你常用可以 你可以常用 因为你要恢复那个点 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 我想我们现在 这个时间 大家静静的 我也希望他们听 我这次 我们从西班牙 我们去德国 法国 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 然后来到英国 今天最后一天 再来明天 我们要飞到美国 开始绕一圈 所以 完了以后到加拿大 当然对我来讲 每天都是生灭 生灭 但是我也一直问我自己 我每天都在出家 为什么 我跟各位见面 明天我要走了 我要出家 我已经习惯天天 在这种舍离 我要有这个心态 如果我觉得 我又跟你们没感情 我一点痛苦都没有 那我又没悲心 所以吧 我一定要练习到 我很在乎 我要离开英国了 英国成熙是我的家 我在英国投胎 太多遍了 因为我这个人 很喜欢问得很清楚 了解 这也是我的因缘 因为喜欢读地藏经的人 有宿命之通 并不是我有神通 而是 我很容易了解这些 别人跟我说 透过别人 透过我的直觉 做梦 我很容易了解我在做什么 所以 每次 见一个人也好 离开一个地方 那就是一个生灭 一个生灭 你要这样去修我 不是说 我这辈子离开我太太 我很痛苦 好在我现在不用再理了 离开我儿子 我哭的钥匙 我现在不用再哭了 那你就没修了 修 是你每天都要把握 那个生灭的状态 去安住在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里面 去安慰那些生灭的状态 你要保持在空性慈悲 悲至双命 而不是我这辈子 只有一次痛苦 这样 所以 天天都在生死里面修 讲个简单 睡觉就是死了 你要完全放下一切 什么也带不走 起来以后 又从极乐世界 要去度众生了 而不能把昨天的烦恼 昨天的事情 放到今天来 因为每天你都在生灭的状态 那你要 这个叫快速成佛的方法 保持这个三昧耶 安住空性 不离大悲 不离菩提心的 这不是光心态 在众生世界里面去接触 去爱 去碰触 然后从这里面 去找到那个点 以这个点 又来帮助他们 自己也找到了 自己也安住 也能够帮助别人安住 特别超度 一定要念新经 让他进入空性 不分别 又希望阿弥陀佛 加持他 念往生咒 把一切业战 根本得生净土 托罗尼 让他身心自在的时候 对他布施 甘露失死 甘露水真言 要失咒 然后呢 引导他们看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观音世智 坐连台 然后呢 祈愿 带着他 我想 带着他 带着他们往生净土 如果你自己不想往生净土 你自己信愿不在极乐世界 你怎么带着他往生净土 你怎么带着他无灾无难 身心清静 他们写红色的大部分都在生病 或是正需要钱 或可能要考试吧 那对你而言 你很想帮助他 但是当你在生病 在爱别离的时候 在这种金钱的空腹 你能够平静 你才可以超度他 回向给他 回向给他世间福报 回向他心理超越 就像要事法门 不是光医众生身体的病 而是医众生心理的贪生死 他要达到这种事件 跟初事件的功德 为了对方 所以我们要如此 所以我一直强调 大乘佛教 如果离开 承担众生的 复杂的这些痛苦了 你就会脱离空性跟悲心 所以佛法是在这种紧要关头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去看那个 很卖座 很紧张 很紧凑 就像生命任务的电影 一分搞错就死得难看了 你要保持在那种状态 而不能享受一种安逸 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这个世间分分秒秒 一切事情都是在生灭 但是你必须在生灭 生灭法里面 不生不灭 即灭为乐 你必须在生灭里面 达到不生不灭 你必须在洞里面达到惨 你必须在痛苦里面 安住悲心 那这个就是人间难得 能够脱胎在人 听闻佛法是最难的 娑婆修行一刹那 超过极乐百千年 因为那个环境太舒服了 平静 但是能够在娑婆世界 像各位现在 如果你有得癌症 又缺钱 老公又有外遇 儿子又不听话 你拿这个来修 快一点成佛 但是你不能很脆弱 哭 我受不了了 我要依赖谁 那你就没有再修 那如果说你没有再修这个 你说你想要去帮助别人 你很脆弱 你还被人帮 所以修行佛法 我师父就说 耐得起孤独 我却能独当一面 但是又不脱离众生 你不能说耐得起孤独 我变成一种孤僻 那不行 你要跟任何人事物都合得来 合得来 所以就像我 我跟各位 可能各位英文很好 我英文不太好 但是他们在讲话 我都认真听 听什么 用猜的 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大概会猜到他心里在想 因为很专注 这样而已 当我回答他话的时候 我既然英文不好 我不会讲得很长 我就会讲那个重点 他听得懂 这样就好 因为我是抓 重点 这样就好 我想对一只蚂蚁也一样 对一只鸽子也一样 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 他的点是什么 对他什么有帮助 这样 再来 我必须告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我发觉很多人 虽然讲到我在利益众生回向 但他身上小小的冤亲债主 堕胎胎儿都没超度 这样 那这一点要小心 也就是说 你有帮助自己的能力 才有帮助众生的能力 那至少是同时进行的 我今天在帮助众生 是很希望超度我的冤情 在主 祖先堕胎胎儿 各位很敏感 为什么我刚刚一来就跟各位讲 我牙齿痛 哪里 都这都有冤情 你不能说 反正我不怕痛 我就擦擦药膏 吃吃药就好 对不起 你自私 不是你在痛 是有一个可怜的众生 希望透过你的痛来 你就发觉他的痛 你不能说 我不在乎 反正我感冒习惯了 我不在乎 这个还是太强烈的主观 我知 搞不好不是你在痛 又有一个孤魂 又有个冤心在住 来找你了 我们就甘心还他债吧 就像一个人知道 你知道他需要什么 他就停了 那再来 那我怎么去安慰他 这个要有实力的 对一个自杀的人 或是想要自杀 或是已经自杀了 你如何安慰他 能够让他放下这种对立的意识 就像我们昨天去 去超渡断头了 或去超渡这些官兵 超渡这些水捞死的 那你要 你要能够拿捏他的心态 所以在这边 我很希望各位 参加慈悲协会的一些活动 什么活动 就是去慈悲 老人院 孤魂院 同性院 爱滋病 浑木的孤魂 海边的孤魂 各位你去海边放生 你不要光放生就跑了 海上孤魂 海难灾难死掉了 你要缘起法 关心这一切一切 透过一个行为 关心所有一切 让这个行为 缘起都跟海跟水 跟有形无形都产生关系 一盏灯也好 一个放生 一个念佛 让自己融入在对方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 也去关心社会任何一个需要关怀 他正在吃肉 也是你慈悲的对象 今天你在餐厅门口 你是吃素了 哪怕你没吃素 你都要觉得 哎呀 他们正在造杀业 那些动物好可怜 所以我可能要在门口停一下 为这些被杀的动物 做一些关怀超度 为正在杀业的人 给一些心理的回向 你要融入于他们 你就是老板 你就是端菜的人 你就正在吃的 你就是被在吃的那些肉 或是那个肉是你的妈妈 亲生儿子 那你必须在一个因缘里面去 很专心的去融入这一切 这个叫保持这种序密序 那种不执着的爱 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 那各位要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把生活把生命当做一种修行 但是千万不要把生命当做一种遗轨 我现在送地上纸 我在念大悲众 我在修遗轨 我在上课 然后跟你的现实生活 卡 插开了 特别各位 你现在已经在修学佛法 然后你在感情上 一定会天天吵架 因为本身它就是冲突了 你会说 不修都没事 但是讲对了 如果你不想要真正修行 你过着世间生活 魔不会来找你 魔就是希望你这样下去就好了 但是你又一方面又想要修行 然后你又参与世间法 这个时候是抵触了 所以有时候会出现更多的障碍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只能选一条路 你不能予以雄掌兼得 法的实修才是最重要 世间是你的助缘 借事念心 借这个事情来修行 而不是说 你希望这个修行修得很好 然后事情很成功 很平静 很赚钱 那这个不能这样 修不来 以修总代三分病 意思是说 他随时接受这个状态痛苦 众生病则菩萨病 那你想要发菩提心修